4月6日山东宾州刮起大风 有世界第一始皇帝铜像的秦皇台风景区内 高度约19米的秦始皇铜像被大风吹到 山东省迹象局发布内陆大风预警信号 当天阵风达到7至8级 到18.9米的巨型秦始皇塑像 于当天上午10点左右被八级瞬间怪风刮到 雕塑头部先着地 秦始皇惨被摔成扁平脸 当天山东宾州狂风大作 为额毅力的秦始皇铜像 在狂风助力下腾空而起 飞出数十米被吹倒在地面目全非 统治的免流也散落一地 当日山东宾州气象台11时20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而由于铜像太大 当地工作人员都束手无策 据了解这座铜像高达18.9米 轴6吨采用断筒制造 坐落在山东宾州秦皇台风景区 于2005年9月26日建成启用 看到铜像被风吹到 网友们也表示很心疼 您再等等 吊车正在赶来的路上 是脸先着地了 大风启息云飞扬啊 怎么就刮到了秦始皇铜像啊